一、陈哲远跟居静一合作的 《仙剑奇侠传4》应该是跨年戏 爱奇艺对这部戏压宝还挺多的 给了不少资源宣传 但是男女主关系一般 CP也不愿意吵这让平台很头疼 二、张嘉尼最近直接神隐了 观看封M秀引发的负面舆论 焦点也都集中在了baby身上 倒是没有多少人M他这给了他一种错觉 总以为自己还有机会重新来过 但实际上他和baby就是一样的下场 他同样逃不过舆论的审判 三、张云雷现在和郭其林处于抱团状态 毕竟郭其林被靠于迁有较为丰富的人脉资源 张云雷要想突破工作限制 最好的办法就是和郭其林处于同一阵营 只是他这么做挺容易的Z郭德纲的 就不知他能否调节好其中的利害关系了 四、杨迪有一些上节目的故事是编的 不全是圈内的真是只是为了节目效果 五、王嘉尔现在除了开演唱会 和品牌方站台活动很少回内地 因为接了高奢也不方便有以前的搞笑人设了 很多综艺都是能推就推了 六、邓为私下抽外喝这都很忙 现在团队开始严管他 让他起码做好表面功夫 七、陈伟婷现在是香港娱乐圈积极培养的对象 虽然他在这个圈子里得到了很多机会 但在他看来却有些讽刺 毕竟他花了这么多年才争取到这样的机会 更多是因为这个圈子没有合适的接班人 否则这种好事也不会落到他头上 八、王安瑜在采访中爆料拍摄《小巷人家》时 曾带着关小彤和范诚诚去自己外婆家吃饭 他俩就是单纯的朋友关系 左肩有你被压得死死的播出的可能性几乎为零